关节的运动之外呢 就是大腿 大腿也是一群的比较大块的肌肉 那大腿呢 你训练大腿的时候呢 其实呢 大腿的运动的时候呢 其实是用到髋关节 啊 是吗 髋关节 大腿的运动 小腿 在动小腿的时候 嗯 才会影响到这个膝盖 膝关节 对 哦 那什么样的运动是 髋关节啊 大腿 例如你的大腿啊 你躺平 大腿伸直 整只腿伸直 然后往上 哦 抬脚运动 抬脚运动 嗯 这样子就属于呢 髋关节的运动 以及呢 这个大腿肌肉的运动 哦 而且还可以运动到屁股 对 嗯 那至于呢 这个呃 有氧方面呢 假设您的这个膝关节受伤 哦 不宜呢 呃 多运动 在这个膝关节这个部分 不宜多运动的话 呃 有氧的部分呢 您可以做呢 选择呢 游泳 哦 游泳就OK啦 对 在水里 都OK 嗯 那其实游泳呢 它其实也有 阻力的训练 嗯 哦 所以一次都带到了 对 所以膝关节有问题的朋友啊 今天的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不用担心 对 但是刚刚听到 对 第二个问题就很可怕了 糖尿病高血压 哦 这个 这怎么办呢 它如果同时要减重 对 糖尿病 然后又有高血压 高血脂 这种通常呢 会同时出现 嗯 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最需要减重的 嗯 糖尿病 然后又有高血压 又有高血脂 这群人呢 是最需要减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减重 对他们来说 可以预防 预防很多问题 后续发生的问题 包括这个 呃 将来 呃 可能后后续发生的 心脏病之类的 嗯 而且呢 因为减重之后呢 会使得他的血糖 非常容易控制 嗯 而且减重之后呢 他的血压 也有可能呢 降低 降低 嗯 而且呢 三肝甘油脂跟胆固醇 都有可能改善 嗯 所以运动对这群人来说呢 是最重要的 那 除了运动之外呢 饮食对这群人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的饮食呢 呃 控制的不好 您做再多的运动呢 可能 对他们来说 效果不大 效果真的不大 嗯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对糖尿病 或高血压 高血脂 哦 或这种组合的人呢 理论上呢 应该呢 饮食配合运动 嗯 那饮食方面 饮食方面的话呢 就是注意糖分的摄取 嗯 注意糖分的摄取呢 我认为呢 或在我的经验上呢 比呢 你去斤斤计较 这个 今天吃了多少卡 对 还要重要 哦 所以糖分 对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组合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 最重要糖分 糖分 或者是精致的 呃 碳水化合的 的食物 哦 饼干啊 蛋糕那种的 对 哦 OK 所以这一些哦 可能是糖尿病的患者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你自己要对这些就是 呃 食物里面啊 它是属于什么高糖 什么 你就是要有 呃 多少 有一点这样子的认识啦 对 就你功课要做一点就对了 哦 对这个营养 营养师方面的 这个一些 呃 涉略一下 哦 这营养成分 这个你能多多少少了解一下 那你就知道哪些东西要少吃 哪些东西是OK 没有问题可以多吃的 好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 广告之后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的call in 转线 8 8点50分咯 回到明依onco 8点档的节目 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杨氏诊所的林绍安 林医师 就等等六分钟啊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跟减肥相关的问题 快快快快call in 进来啊 我们的call in 转线 0283693398 83693398 紧接着接红小姐的电话 红小姐您好 各位好 林医师请教我一下哦 那个骨质失踪哦 要吃哪一方面的健康食品啊 是吃钙 钙方面的微骨粒 还是要吃那种 呃 补 补那个软骨的那种 像那 骨肉上面还是 那种什么 反正就是给它补钙就对了 怎么样 吃吧 谢谢 好 骨质疏松 很多人都误解了 以为骨质疏松要补这个 Gucosamine 对啊 不是要补 Gucosamine就是那个 呃 葡萄糖胺 嗯 这错的 葡萄糖胺是补这个软骨的部分 嗯 骨质是实质的骨头 硬骨的这个 硬骨里面的这个呃 硬骨的部分呢 这个骨质的流失 也就是钙 钙的流失 所以基本上是补钙 嗯 那补钙的话 除了用食物来补的话 那那对了 对于呢 中年以上的妇女来说的话呢 可能呢 如果呢 证实有这个 骨质疏松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是 去找骨科医师 嗯 开一些骨科 那个呃 增加钙吸收的这个呃 配方 哦 不是光补 药方哦 一方面补 补还没有用 还要增加吸收就对了 补钙片 嗯 或者是呢 呃 补钙片 以及呢 增加呃 盖质吸收的这个药方 OK 所以另外也讲到 这样我就想到 骨质疏松啊 好像很多运动 也不敢做的感觉 好像怕一笑 就给它拼掉的感觉 所以还是做这个游泳 哦 游泳的 或者是轻度的就对了 对对对 OK 或散步啦 嗯 轻度的 因为很多骨质疏松 更应该 更应该做运动 蛤 都很怕扭到啊 或是 啪到啊 经常运动会有 有这个沉重的话呢 这个骨质会比较好 嗯 OK 好 那接下来接林小姐咯 林小姐您好 您好 一般请问一下哈 如果说髋关节 运动的时候 会有咔嚓咔嚓的响 还有膝盖动的时候 会有响声 这方面 嗯 是到底怎么回事 对对 那怎么保养 跟应该要吃些什么东西吗 是是是 谢谢 我一直 从小就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蹲下站起来 那个膝盖都会 啪啪啪啪 然后旁边都会说 你裤子破了吗 还是 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 找找个骨科医师 帮你诊断啊 可是也不会痛 也不会什么 就是啪啪啪啪啪的响 当然这个是 可能是那个 呃 呃 呃 如果是膝盖的部分 呃 因为膝盖部分 除了软骨啦 我们还有一些呃 呃 呃 O型的这个呃 贴在这个呃 软骨上面的这个构造 嗯 那这个构造呢 可能很容易呃 裂开 或者是不平整 嗯 像你可能呢 活动膝关节的时候呢 就会有声音 嗯 对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呃 如果经常会有声音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会突然 掰咔 嗯 拐到 拐到 嗯 经常这样子 或者是持续会痛 不容易好 嗯 一直都不会好 这种时候呢 我建议呢 除了呃 找骨科 呃 一定要找个骨科医师 哦 然后呢 照个X光 之外呢 可能呢 需要呢 呃 MRI或者是这个 关节镜的检查 啊 这么严重哦 呃 其实它不是非常 先去看一下而已啦 对 其实看一下 因为其实它不是很 严重的问题 嗯 即使是这样的话 可能做个关节镜 把这个不平整的地方呢 呃 弄平了之后 嗯 可能从此之后就改善了 对 因为啪啪啪啪 想齐老师说 还有点尴尬 那宽关节的话呢 可能是呢 呃 以长骨刺居多 嗯 哦 或者是 如果会呃 加上有疼痛的感觉的话呢 呃 可能还是需要 找骨科医师 比较好 嗯 那细关节有时候呢 是 你感觉是细关节痛 但是有时候呢 是宽关节的问题 真的吗 这个是有一种 我们叫做refer pain 就是 这个痛呢 是从 你感觉到在 细关节 但实际上呢 是 宽关节 出问题 所以 不检查不行 对 所以你觉得 很困扰 或者是疼痛 持续 呃 一直不会好 嗯 那如果单纯只有声音的话 通常是比较 没有问题啦 嗯 那但是还是 做个检查比较好 嗯 有没有可能是我热身的不够啊 就突然之后就开始快跑 那当然就 如果你不令 做任何运动之前呢 都是要热身 因为呢 如果你不热身的话呢 是很容易伤害 受运动伤害 或者是呃 这个关节的伤害 因为我们的肌肉就像 意大利面一样 你没有经过 你如果呢 意大利面 如果你没有加 加热 seasoning 温 呃 那个热水加热 热水加热之后 水之后变软 变软就会 非常有弹性 对 但是呢 如果没还没煮的时候 意大利面是不是很容易 就脆了 对 所以我们热身的 这个原理也是一样 因为热身之后呢 我们心跳会加速 会肌肉会增温 所以热身真的非常重要 OK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 杨氏诊所的 林商业林医师 林医师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个礼拜天